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的时候应该就是想反位给林冲 毕竟当时的那些人中能击杀史文公的也只有他 而林冲和高求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位置太高的话自然会对赵安有很大的阻碍 现在正好用一个官胜来压制他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 然后就是在统军层面上 官胜确实要优于林冲的 林冲毕竟只当过教头 教的都是实战功夫 而没有带领大兵团作战额经验 这点官胜就要强很多 随着梁山的扩大 之后肯定都是大规模作战 官胜是可以独领一路的 自然又有一些优势 最后还有一个历史的原因 官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代表着关羽 而林冲的形象 却是历史上的张飞 同时秦明的性格也像历史上的张飞 所以在排名上 张飞肯定是不能超过关羽的 正好林冲秦明排第六十七 官胜第五压他们一头 虽然在名次上 官胜排在了前面 但给大家印象更深刻 喜欢的人更多的肯定还 是林冲 他的故事也更广为流传 大家是更喜欢里面的谁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观看更多责任